所以呢,在現行法令呢,我們發現有三大不足 也就是說呢,關於性私密影像的刪除的部分 也就是說不管是合意或者是竊錄 這個性私密影像是否應該要要求刪除 那在法令上呢,過去有這樣子的漏洞 我們也希望藉由修法,把這一塊來補足 那另外呢,最重要的是網路平台業者的下架義務 這也是對於被害人造成傷害是最永久 而且無法彌補的 那過去其實在法令上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法令 所以會導致說一旦影片被上傳或者散佈之後呢 它就是永久的流傳跟散佈 那對被害人的傷害呢,也非常的大 所以關於這部分呢,網路業者的下架義務非常的重要 那才能夠真的完整的保障被害人喔 要大家對於現在的這種性隱私權的保護認為有加強的必要 也是我們認為說法律上有漏洞的部分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呢 我們除了過去大家所認為的這種性侵害之外 我們在整個罪章裡面加入了這個性隱私犯罪喔 把這個所有的性侵害防治法加入了性隱私犯罪的防護喔 那把性隱私犯來入法之後呢 讓整個法令的保障對於被害人來講能夠更完整 那最重要的是上次呢 關於這個身為影片 也就是deep back的這種辯罪的影片呢 其實我們也提出了相關的修法 那在這之後呢 我們發現說 其實關於這種所謂的色情報復 也就是所謂的報復式色情revenge porn的這種影片呢 其實現在在國外也有非常多 那過去呢我們的法令其實只處罰這種洩露 然後散佈的這種影片 那現在呢 我覺得說在各種親密關係所導致的這種親密的影片 他對於性隱私權的妨害 其實尤其是對女性的傷害特別大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我們也認為說 如果是同意的 所錄製的這些影片或照片呢 他如果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之下 然後有散佈 不法的散佈或傳播的話 其實也應該要去保障這些受害者的權益 然後加以修法來處罰 所以呢 在現行法令呢 我們發現有三大不足 也就是說呢 關於性私密影像的刪除的部分 也就是說不管是合意 或者是竊錄 這個性私密影像是否應該要要求刪除喔 那在法令上呢 過去有這樣子漏洞 我們也希望藉由修法把這一塊來補足 那另外呢 最重要的是網路平台業者的下架義務喔 這也是對於被害人造成傷害 是最永久而且無法彌補的 那過去其實在法令上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法令喔 所以會導致說一旦影片被上床 上傳或者散佈之後呢 他就是永久的流傳跟散佈喔 那對被害人的傷害呢 也非常的大 所以關於這部分呢 網路業者的下架義務非常的重要 那才能夠真的完整的保障被害人喔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性隱私犯罪的類型呢 我們就把它整理成三個 也就是說之前關於竊錄他人的影音喔 這個部分喔 或者是說沒有經過他人同意而散播的性隱音喔 或者是上次我們所提到的defect的性隱音喔 其實都是一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對於受害者來講 不管是哪一種類型 這樣子的一個性私密的影音 或者是被辯造的 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 這樣子的散佈 其實對被害人都造成永久而且嚴重的傷害 那這樣子來講呢 其實強化被害人的權益來講 非常重要就是 網路上有很多求上車啊 或是要求分享影片 那這個呢 對於當事人來講 更是一種傷害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禁止大眾傳媒來揭露 被告的 姓名或者是主以辯識身份的資訊喔 這部分呢 其實對於被害人來講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呢 我們特別新增了 第12條之一跟13條之一 這主要就是關於網路業者的下架義務喔 然後還有相關的罰環的處罰 也就是說在過去我們沒有要求平台業者必須下架 而這一次在修法裡面 我們強化了下架的義務跟罰則喔 來要求平台業者 而之前我們提出的修法呢 在315之4 也就是說未經同意而散佈性 私密影像的部分呢 也可以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最主要我們希望呢 我們的修法更完善 能夠建立一個溫暖司法 來鼓勵被害人喔 勇敢的站出來 那藉由這次的事件呢 能夠把法令不足的部分能夠補足 那強化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上的相關的保護喔 那我們也希望說被害人在場還有陳述意見的時候呢 審判有相關的隔離措施 以免被害人跟這個加害人呢 在審訊的過程中呢 造成惡度的傷害 那我們也禁止性別歧視喔 來作為審判的原理